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4年平级一个男人再次火爆歌坛 2005年横扫各大奖项 成为韩国唯一亮大solo三国王之一 可以说作为歌手而言 他能获得的荣誉都获得了 而现在来Running Man的歌手们 都第一时间和金中国打招呼握手鞠躬 他在歌坛的生涯可以说是一片母悔 Xman 实习首饰综艺 作为韩国经典综艺节目 Xman 是不少人对于韩国综艺的最初印象 而提起Xman 就不得不提Xman永远的一个男人金中国 在这个节目中 虽然金中国还缺少足够的异能感 大部分时间都在沉默 但是在别人侃侃而谈的时候 他偶尔查一句话 却往往有点石成金的效果 瞬间笑翻全场 随着Xman节目的进程 金中国被关于罗曼史帝王 高笑帝王等称号 罗曼史方面 金中国与尹恩惠的感情线也被人津津乐道 在Running Man里还不时被拿来调侃 家族诞生时期惊喜蜕变 服完丁义复出之后 金中国并没有停下脚步 而是很快以固定嘉宾的身份 加入了留在时主持的另一档经典综艺 家族诞生 家族诞生有很多室外场景 个人自由发挥的鱼的更多 这对嘉宾的异能感要求比Xman更高 两年兵役 随着年龄的增长成熟 金中国从当年那个光芒四射高不可攀的耀眼明星 转变成家族 但生中这个光芒金莲仿佛触手可及的邻家男人 原本那个沉默少圆的男人如今居然也开始各种碎碎念叨 不断进步的异能感也让人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金中国 Running Man大放异彩 家族诞生结束之后 留在时携手 金中国等人很快又踏上了一段新的征程 那就是全新概念的综艺节目Running Man 相对于其他综艺节目 Running Man很多游戏环节都需要充沛的体力与运动神经作为支持 这让金中国拥有了其他嘉宾成员无法比你的优势 当之无愧在节目中摘得了能力者的称号 在Running Man等一系列追击战中 金中国一改往日综艺节目中含蓄内敛的形象 全面展露自己的力量与运动实力 把能力者的形象演绎得虎虎生风深入人心 以至于有嘉宾感叹没有被金中国追过 就不会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Running Man 正是因为这个节目 金中国的名字被国内观众熟知 收获了大批粉丝 甚至代表韩国出征中国难跑难 先洗一波收拾小高潮 进军中国开辟事业新高度 作为第一个进军中国综艺的RM选手 金中国近期也把事业重心转向了中国 频频亮相综艺节目 还接了不少代言 因此在回到韩国时被打去一次来韩国活动嘛 作为一个运动戏型男 他阳光健康的形象 备受品牌青睐 在最新播出的水动乐广告片中 金中国和Angela Baby 更是打响了一场名牌争夺战 从歌手到Running Man 唯一没有变化的只有金中国的力量与智慧 一起与友情 善良与温柔 无论是歌手 主持还是演员 能力者的脚步从未停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